自古以来都是女人式皇后 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虽然有宠妃 但也没有男皇后 华夏历史上真的有一位男皇后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历史上第一位传奇将军韩子高 韩子高究竟有何魅力 可以成为男皇后 她曾让皇帝都舍不得杀 公主因为她得了相思之苦而死去 最后却死在了一个男人的身上 韩子高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那个年代社会动荡 百姓流离失所 韩子高原民本叫韩满子 韩满子家境贫苦 只能通过织旅饭鞋为生 父母皆早亡 但满子生的一副好模样 虽是男儿生 但面容白净 皮肤细致 身材修长 美得像一个妇人 美貌也确实救了她一命 满子十几岁时 正遇上猴景之乱 满子四处逃命 到处都是兵 整个天下都乱成了一锅粥 面对这种情况 老百姓只能任人宰割 兵士多是狂暴之徒 奸淫掳掠掠 无恶不作 如今在这个靠脸 就可以吃饭的年代 韩满子如果在现在 绝对是可以有许多收入来源的 这可是让士兵放下屠刀的美颜呀 他却生活在魏晋南北朝 那个战乱的年代 靠脸是不行的 韩满子的叔叔 看见他长得这般清秀 手无腹肌之力 特别嫌弃他 从小就把他赶出家门 让他自己找饭吃 希望他死在外面 士兵看见他 肯定会砍了他 既然如此 韩满子只能自己闯荡天涯 南朝两国 已经快到灭亡的时候 陈霸仙拥兵自立 攻城掠地 准备一统天下 陈霸仙的侄子 陈倩 在杀百姓时 看到韩满子长得这么清秀可人 意识刀居然软了 如此男的样子 却有女人自责 实在让人惊奇 十几岁的韩满子 就可以有这样保命的容貌 着实令人惊叹 平时杀人如麻的士兵 在这时也被韩满子吸引 陈倩就索性收留了满子 并给他改了名字 换作韩子高 陈倩原是梁朝无心太守 起兵秦王他的叔父陈霸仙 如愿当上了南朝陈朝的开国皇帝 大肆封赏 但战乱还没有结束 陈倩就带着韩子高四处平乱 帮助陈霸仙打江山 韩子高在跟随陈倩之后 不仅学会了战场的战略战术 而且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结合自己的身体灵活 骑杀技术 在军中更是无人望迹向背 他绝对不只是以容貌使人 而是天赋异禀 骁勇善战 陈倩作为江南大族 势力可见一般 陈倩是一个脾气极为狂暴的人 曾经因为一件小事 就将一个小兵打死 但是每次看到韩子高 他立刻就不生气了 并且喜笑掩开 可见韩子高多么讨陈倩喜欢 陈倩曾经在大帐中叙述自己的喜好 如果有一天自己可以成为皇帝 那么韩子高便是皇后 在古代男子当皇后 实在是太不符合伦理了 男子怎么可能成为后宫之人 那么最后韩子高当上皇后了吗 他和陈倩之间的情愫 到底是真是假 当时韩子高在战场上 可是屡见其功 当时更有传言 对面的士兵在看到韩子高后 不觉惊叹目瞪口呆 世间居然有如此美丽的男子 忘了这是在打仗还是在选秀 不自觉的放下兵器来欣赏 韩子高哪里管这些 张公搭剑抬手便射 敌人全部倒下 并割下向上人头 至于是不是真实 史书上也没有记载 但韩子高一路从士兵升到将军 成为了陈国的得力战将 陈帕迁死后 本应太子继位 但太子陈昌还在北周为至 陈倩此时大权在握 又有重兵 此时陈倩联合皇后张耀儿 篡改一诏 立陈倩为皇帝 制为陈文帝 北周放陈昌回陈谷 制造内乱 韩子高帮助陈倩平定内乱 陈倩大喜 并想兑现当年的诺言 就想封韩子高为皇后 大臣们面对这种情况 极力的反对 历朝历代 也没有男皇后之说呀 有违伦理 恳请皇帝 以江山社稷为重 陈文帝也只能无奈作罢 封皇子高为右卫将军 当时有一位公主 听闻韩子高长得比女人还好看 偷偷的跑出宫去 想一睹韩子高的模样 结果看到韩子高后 一见钟情 爱上了韩子高 并且非他不见 主动追求韩子高 韩子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追求 果断拒绝了 公主竟得了相思病 每日茶饭不思 夜夜思念 最后因得病 可血而死 公主本来就有订婚 那便是王室一族中的王炎 王炎得知此事 大怒 找陈文帝要说法 陈文帝此事更是伤心欲绝 王炎威胁陈文帝结束婚孕 再另找其他女子 陈文帝一怒之下 便以毁婚罪处死王炎 陈文帝成为皇帝之后 改变以前的杀戮 体恤百姓 历经图治 兴修水利 百姓生活富足 在韩子高的辅佐下 陈文帝成为南北朝历史上 少有的好皇帝 这个时期 在历史上被称为天家制之 好景不长 陈文帝只当了七年的皇帝 就感染重兵 一病不起 面对这种情况 身在边关的韩子高 立刻快马加鞭 从边关赶往京城 对陈文帝进行细致的照顾 每日片刻不离开左右 但无奈 面对如此恶劫 神仙也无法救活 最终一世无孝而死 享年四十五岁 葬于永宁陵 值得一提的是 永宁陵门前的两只熊麒麟 让人不觉狭小 陈文帝死后 儿子陈伯宗继位 成为陈朝第三位皇帝 韩子高专心辅佐 但陈伯宗只有十五岁 太过于年幼 大全兰宇叔父陈虚的受伤 终于三年后 陈虚废帝自立 视为陈宣帝 陈宣帝 也对韩子高非常的欣赏 韩子高对陈文帝 绝无二话 如今 陈宣帝杀了陈文帝的儿子 韩子高面对陈宣帝的 欣赏和追求 他果断拒绝 结果陈宣帝就怀恨在心 再加上韩子高 边关握有重兵 就以谋反罪将其斩首 一代将军就此殒命 当时的韩子高 才不过三十岁 英年早逝 至于陈文帝 到底和韩子高 有没有过同性爱情 我们不得而知 正史上也没有记载 但是 断袖织辟的成语 就出现在他们的身上 后人对他们的故事 也做了描写 唐朝礼仪的陈子高传 明朝的冯梦龙的情史 明朝王继德的南王后 都有他们的故事 不管是不是真假 他们一起为天下百姓 谋福祉的功绩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他们之间的感情 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 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